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智能家居好物 一个小小的灯头,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以及语音控制,用贴方电影控制 这个灯头兼容所有的这个左手的灯泡 非常给它,即装即用 好,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装到我的落地灯上 看看它怎么用 现在把灯号抿下来 接到这个灯头上 等它接回这个落地灯 好 有个小按钮,按住它 再次灯亮了 然后我们打开 涂鸦智能ATP 简直添加4倍 添加一个照明的WiFi光源 连接你的家里的WiFi 返回到这个 这时候你就要输入你家里的WiFi密码 下一步 确认 确认 这是灯在闪 好 完成 现在就可以 手机 连程控制 不管你在哪里,你手机能上完 你家里的这个灯座连接你家里的WiFi 都可以控制它 打计时 你可以打计时 几点 什么时候 几个小时 它有个定时 每天或者 循环翻测 就先 现在打开天猫精灵 试备已经被自动添加进来了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天猫精灵 主员你说 图压APP 那么你需要 请点击右上角 添加设备 选择 选择这个 灯 进来之后 去搜索你这个 APP的品牌 我们是图压这个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 比如用的是这个APP 那么你要先 绑定 绑定那个APP的帐号 绑定之后 就可以关点到天猫精灵 到各的部分了 就是天猫精灵的 绑定好之后 就可以找到这个四倍 在这边 试制 在这里可以试制 四倍的类型 那它为灯 位置 位置 改为卧室 名称 你可以自定计 也可以在这边选 选 我选一个落地灯 它没更新过来 我不用管它 现在这是落地灯 现在就设置完成了 我们可以已经控制天猫精灵了 天猫精灵 主人你说 要关闭落地灯 要关闭落地灯 抱歉 那如果没网络的话 这个灯头 它一直使用遥控器来控制 这是一款 433的一个随意贴 开关面板 就是摇红器 现在我们把它跟灯头配对 然后就可以 把它贴在你的厂头 或者门口 来控制 现在我们把这个摇红面板 添加到这个灯头上 按住 只有一个小按钮 按两下 按两下 2 那我们按下 不要呼吸 这就写上了 按下开 按下关 有下距离在30米 电池两节 5号 7号电池 正常使用可以用1年 不用换电池